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希望的路 大陆民众曾凯等103人 在退党网站发表三退声明 共产邪党败向尽险 毒食品 毒药品 毒害人的思想 给全民封闭洗脑 说独裁下的人民幸福指数很高 把父兄儿女卖了 还要说邪党给了钱 真是悲哀 在此 觉醒了我们严正声明 退出邪党的一切邪恶组织 愿解体中共的这一天早日到来 声明人 曾凯等103人 共产邪党败向尽险 每到邪党的无依等所谓节日时 街上特警 电影警察等 就在街上营造表面的强大 而掩饰不住内心的惶恐 摄像头全程覆盖 没有死角 这里是三四线城市 在街道的人行道 每三四十米就有高清人脸识别系统 地方财政发工资都在借钱了 说明共产邪党是惊恐万分 自知来日无多 它把中国大陆已经实实在在变成了一座大监狱了 在此严正声明 配出邪党的一切邪恶组织 愿解体中共的这一天早日到来 让善良的中国人不生活在恐惧中 做干干净净 挺之腰板 有尊严的中国人 证明人 周维林等35人 当今的中国社会 穷人缺温饱 富人缺仁慈 病人缺医药 孤儿缺温暖 老人缺关爱 买卖缺金粮 记者缺道德 新闻缺真相 法律缺公正 政府缺担当 言论缺自由 精神缺信仰 权力缺监督 人权缺保障 历史缺传承 人心缺善良 脑袋缺思想 反抗缺勇气 奋斗缺方向 明天缺希望 声明人雪梅 中共破坏民族文化 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物质伤害 共产邪党迫害中华大地70余年 杀害人民几千万 总个中国没有人权 没有法治 有的是毒食品 环境污染 铁链女 没有言论自由 有的只是共产党的假新闻 洗脑 欺骗谎言 没有让你合理诉求的地方 只有一百种方法对付你 因此我们看清了共产党 坚决退出党团队及其相关的一切组织 坚决远离共产邪党 声明人 阿泽 各源 毒大名离什么 毒辣椒里面的红丹粉 毒奶粉里的三聚氢胺 蔬菜水果的催红素 生长素 催熟剂 家畜饲料里的快速生长添加剂 各种化学肥料 农药等等 中国人吃的食物有毒物质何其多啊 这只是冰山一角 中国人的食物链已经被毒化了 每个中国人都在其中 都是受害者 其根源是什么 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无神论统治的恶果 有些人不相信善恶有报 为了金钱利益 无恶不作 事封日下 道德败坏 貌似强大的中共好像人们没办法铲除它 古人言 人不治天治 腐败的 残暴的 邪恶的一定会被上天清除 如同人身体新陈代谢一般 贵州出现灭共识 是上天的警示 天灭中共在即 参加它的组织 是它的一份子 危险至极 速退党团队报命 我退出加入的少先队 声明人 小明 九平共产党指出 中国共产党出现后 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了捣毁砸烂式的直接破坏 和取其糟粕 去其精华式的 和滥用式的间接破坏方式 民族文化的破坏过程 也是建立党文化的过程 共产党在人们心中颠覆着良知理念 使人们背离民族的传统 同时 民族文化的破坏 还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物质伤害 传统文化是天人合一的 人与自然要和谐共处 共产党号召与天斗其乐无穷 与地斗其乐无穷 中国现在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与党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 以水资源为例 中国人抛弃了君子爱才 去之有道的传统 对自然进行疯狂的掠夺和污染 目前中国5万公里河流 有四分之三以上鱼类无法生存 地下水污染比例十几年前就超过了三分之一 现在仍然在继续恶化 淮河上甚至出现这样的奇观 小孩在油污的河面玩耍 一顶火星落入水面 立刻穿起五米多高的火焰 周围的十几棵柳树被烧毁 可想而知 在此地生活的人 饮用这样的水 怎能不生各种癌症和怪病 西北地区的荒漠化 严谨化 工业发达地区的污染 都与人心中失去对自然的敬畏有关 传统文化敬畏生命 中共号召造反有理 与人斗其乐无穷 可以以革命的名义 整死 饿死几千万人 由此带来人们对生命的末世 造成了假货 毒货的流行 以安徽富养为例 许多本来健康的孩子 在喂养期间开始出现 四肢短小 身体瘦弱 尤其是脑部显得偏大 并有八名婴儿 因这种怪病而夭折 究其原因是黑心的商人 为赚钱额贩卖毒奶粉 还有人用激素和抗菌素 喂螃蟹 蛇 乌龟 用工业酒精兑假酒 用工业油抛光大米 用工业用增白剂漂白面粉 河南省一个县有八年的时间 用垃圾油 干水油 白土油等致癌物质 生产有毒的食用油 月产上千吨 这些有毒食品 绝不是局限在一石一地 而是遍布全国的普遍现象 至于文化破坏后 人心失去道德约束 而已为追求物质享乐息息相关 依法治国就是一个笑话 中共自称伟光正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事实让广大民众觉醒 这些都是骗人的谎言 小的时候什么都不懂 稀里糊涂地加入少先队和共青团 工作后加入邪党 在现实以及网络上 我看到了也了解到了共产党的邪恶 共产党是嗜血的魔鬼 共产党的高官享受特权特供 几乎无关不贪 他们有戒备森严的等级制度 退休金和医疗实施双轨制 共产党的高官有免费医疗 有高干病房 他们公款消费 而老百姓看不起病买不起房 农民的退休金只有几百 共产党的高官退休金是几万甚至更多 老百姓没有言论自由 没有选票 中国老百姓背负着全世界最重的赋税 吃毒食品呼吸雾霾 江河污染 老人倒地不敢服 共产党官官相护 官商勾结 豆腐渣工程残害百姓 对少数民族实施种族灭绝 中国人民每天活在恶劣的环境中 党媒却每天粉饰太平为共产党歌功颂德 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的牌法 共产党对异见人士进行打压迫害 甚至酷刑以黑治国 多少访民冤民无处深冤 依法治国就是一个笑话 中国已经被共产党祸害成了人间地狱 共产党残害香港同胞 干涉台湾和其他民主国家大选 罪恶之手伸向全世界 共产党打压人民信仰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不敬神佛 共产党的罪恶庆竹难输 中国共产党是红色嗜血的魔鬼 盼望神早日铲除这个恶贯满盈的邪魔恶党 我坚决退出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的其他组织 少先队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 不与邪恶为伍清除受印 声名人小谭 中共用有毒食品残害老百姓 俺祖父乃国民党 我虽然在国内 但20岁时在广州上班 在台资公司接触了台湾人及港媒与外媒 从中美南海擦击事件中观察到 国内与国外媒体报道不同与不对称 即一路来国内官方信息封锁鱼肉百姓 无底线打压人民的言论自由 民主及生命财产 圈养人民洗脑当农财当猪养了沙 只为权贵恋财 视人命如草芥 反正共产党把人类能想出来的坏 都用在国内人民身上 道习上台 更是加速倒车走独裁终身制 制人民于水火 从毛泽东时期就制定了邪恶的统治方针 愚民封闭信息圈养百姓 用各种有毒食品惨害老百姓 用教育紧固思想 用医疗加速百姓破产或死亡 用房地产收割羊毛 用司法布公打压人民 用强权和维稳镇压冤民 反正我作为觉醒者 是说不完共产党这几十年的所作所为和恶行 可惜20岁以前没机会认识到这些 在学校时被蒙蔽 也不懂加入了少先队和共青团 但那个年代全国小学生都必须加入少先队 初中加入共青团 幸好高中后入党就不是必须的 所以那时坚决不加入党 大学和工作后也拒绝入党 从20岁以后一路到现在20多年来 越来越对共产党厌恶 并从内心反感和痛恨这个党及政府及体制 让我们基层人民被农役及身心不自由 因为在沿海的经历让我觉醒 并了解了世界及世界观哲学与思考 在此郑重提出退团退队 我们明白了真相 知道了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搞运动 栽赃陷害杀人的历史 杀地主 杀商人 杀学者 杀知识分子 杀宗教人士 克害杀藏族新疆人 克害法轮功 活在法轮功学院的身体器官20年了 现在又在迫害香港人杀学生 迫害那些民运企业家 说假话 做假事 假酒 假烟 假食品 黄色泛滥淫乱 到处娱乐赌博 有毒食品 毒衣服 毒空气 人人都说吃的毒食品 喝的毒水 穿的化学 毒衣服 呼吸的是毒雾霾空气 共产恶党的本质特征就是假恶斗 它的基因就是假恶斗 它是来毁灭全世界 全人类的恐怖邪教组织 我们要退出中共恶党的党团队组织 抹去兽印 选择法轮大法真善忍 做个真正的人 真正的好人 生命人 任力 袁忠能 秦峰明等86人 观众朋友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除了在新唐人电视台的大陆频道 每周一中午12点半 可以观看我们的节目 在退党.org网站和干净世界 也会同步更新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